我盡量在她面前不要那麼女神 求婚? 那當然是專界 傻的嗎? 下一集我們歌已經變了經典 我很害怕 因為一說 哇 經典50年 我看了一個IG的留言 我第一次聽你的歌是點燈膽 當時我幼稚園 最近又不知為何又插了很多Cookies的東西出來 Cookies blue my friend is you 今天在學也可視我未視 我當然想 但是 要找齊媽媽做回來 那種生活已經不同了 簡單的生活 如果要她們上摸摸 我覺得她們也未必想 始終我的心也是在電影上佔的 我真的以前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和金像像是有關係的 第一次的提名 都會有一點點覺得 會不會是僥倖呢? 會不會是幸運呢? 到第二次的時候 就更加實在很多 收到劇本的時候 不知道對手是誰 所以我一直都很好奇 究竟哪一個是男主角呢? 我也有想過 會不會是舞台劇界的人呢? 誰知道原來真的找到朱康 我也覺得這個是不宜人選 因為我記得我和她拍第一場親熱戲的時候 即是她求婚的那場戲 我真的感覺到她緊張 不要說她 我自己也有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久沒試過拍親熱戲 我幻想和Edward拍拖了十年 其實她十年都是一個 是皮 她瘦了多少年 即是困獸鬥的模式 她收到多少次這些 過幾百條的訊息 她那一刻已經想通了 我要報復一次 我也認識有一些男生是這樣的 你可以叫控制狂 也可以說 她真的很愛她 很怕失去她 我是受不了的 那其實是視乎你需要些什麼 甚至是有些人中人控制的 拖還沒真的 都要拖啊 金豬 金豬啊? 一隻豬的豬啊? 哦 龍鳳鵝 買樓 媽咪 太橋 依眠 求婚? 當然兩樣都要收 你要選日嗎? 那當然是轉界 傻的嗎? 單身 雙身是被婆婆喝茶的 三次頭掛 都很少這樣說 我願意